現場面帶您關心到一輛重機行駛在新竹68快速道路內線車道時 遭一輛轎車衝撞 其實撞上了分隔島 手指粉碎性骨折 而整個過程被後方車輛的行車記錄起拍了下來 民眾質疑這個炸死涉嫌兆逃 但是轎車駕血出面回應表示 在當時他覺得自己有被逼車 車禍發生之後 沒有下車關心 是因為自己直接開車去報警 快速道路上 重機和黑色轎車發生碰撞 騎士慘摔在地 滾了好幾圈才一搏一搏的起身 驚險的事故發生在新竹68快速道路上 有人把畫面PO上網 怒控轎車惡意衝撞 並質疑轎車駕駛涉嫌兆逃 不過駕駛也有話要說 用行車記錄器還原車禍過程 騎在前方的重機不斷回頭看 轎車一度想往左接 重機也跟著騎到轎車左方 只是接著油門一催 重機退出了轎車右方視線 幾秒鐘後轟隆聲響 撞擊瞬間發生 突然的巨響 車上的女乘客也嚇到尖叫了一聲 車子往前行駛一段路後 隨即報警處理 你好 我現在在68快速道路 然後剛剛沿路有一台重機 惡意挑釁B車 轎車駕駛認為自己遭到B車沒有照逃 因為當下就直接開車去報案 但重機歧視右手手指頭粉碎性骨折 也質疑對方蓄意衝撞 汽車駕駛人已主動道案說明 相關肇事責任尚態釐清 雙方各說各話 詳細的肇事原因 以及責任歸屬還有帶警方好好深入調查 記者新竹綜合報導 記者新竹綜合報導 記者新竹綜合 詳細的肇事